它是鱼,可它会爬会走还会停 样子古怪还脏兮兮的 为什么一个普通农民竟然对它一往情深 会跳的鱼真的能给它带来财富吗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怪鱼跳来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一种奇怪的鱼,样子丑陋脏兮兮 整天在烂泥地里钻来钻去,提起极难驾驭 可偏偏就有人利用它发财致富了 那么它究竟是一种什么鱼,又是如何成为生财之道的呢 今天节目一开场,除了我这张大脸,旁边就是一张更大的脸,您可能都吓一跳吧 我猛一看也能吓一跳 这什么怪东西呢?这是一种鱼,叫做弹图鱼 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弹图鱼是一种很怪的鱼 说它怪在哪呢?大家都知道鱼儿离不开水吧 这家伙它就能在岸上生活 你要说它像我们一样用肺呼吸吗?不,它还是用塞来呼吸的 那它怎么在岸上活着呢? 有人说它是嘴里含着一口水,这水里面能够给它提供氧气的交换 也有人说它已经进化到它本身的塞腔,就是它这个塞的系统 包括它的皮肤都能够进行呼吸,有点类似于两栖动物 也有人说它会在泥沙底下弄一个地下水包 就是看起来是泥沙,但是底下又一汪水,它就能够在里面活着了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让很多科学家们都非常着迷的家伙 可能很多的朋友也会说了,我们南方的沿海滩图上有不少 这有什么新鲜呢?是不新鲜 但是您听说过,有人养这东西吗?养它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毫无疑问吗?我们中国人一般要是养这东西,它只有一个用途,那就是吃 这东西好吃吗?它好养吗? 跳跳鱼又叫大滩图鱼 别看它会走会爬,还会跳 但它的真实身份是一种有腮的鱼 因为肉质细嫩,富含16种氨基酸被称作水中人参 因此跳跳鱼在沿海地区的餐桌上经常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美味 看到这个商机养殖跳跳鱼的人渐渐多起来,海边的天然滩图全被承包以控 于是大家把近海的稻田也利用起来养这种鱼 福建省福安市45岁的农民刘光乐就是十年前最早开始利用稻田养跳跳鱼的那一批人 2000年因为自家门前的地被租出去 苦于没有地方,游光乐只好在离家十里之外的地方包下了五十亩地 可是没干多久,一场山洪爆发 五十亩跳跳鱼全被冲了个干净 因为这个跳跳鱼养殖的时候,它场地呢,因为要靠近沿海 要靠近沿海,不是随便的稻田都可以养 没有海水进来就不行 它当时存在那个地方呢,海水可以进来 但是淡水影响也比较严重 所以在那一年它这个损失比较大 场地选择错误,使出色养殖的刘光乐出师不利 经过了解他发现 跳跳鱼生活的贪图都是江河入海口 是既有海水又有淡水的环境 而自己的家乡就位于白马河的入海口 这里正式养殖跳跳鱼的天然宝地 于是2001年等到河统期满的时候 刘光乐拿回了自己的稻田地重新开始跳跳鱼养殖 他从一千米外的地方引来海水 又从最近的小河引来淡水 自己还找专员设计了阀门 随时开放水 50亩地的水管全都准备久绪 只要将海水淡水一起放入田里 达到一定的水位之后 一切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谁知 就在灌水的几天之后 刘光乐突然发现有一块地里的跳跳鱼竟然不行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刘光乐赶紧找来技术人员查看原因 发生雨死的时候我们到田里看一下 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死的 后来用那个凉水的那个咸度那个温度计来测一下 就是到三十二度 不是只要半咸淡的水就行吗 为什么水太咸也不行呢 跳跳鱼它是比较适应于在盐度 在盐度在千分之十五左右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水域应该成长 盐度太高它就不适合它生长 知道了养殖跳跳鱼的最佳盐度 刘光乐又跟着技术人员学会了用盐度计 只要水质一有变化 它就随时检测 随时加入海水或淡水来调整盐度 把水的问题搞明白 这下可以放心大胆的养鱼了 跳跳鱼位于食物链的底层 它们的食物很单一 只吃底气归早就够 这些归早肉眼不可见 需要把肥料撒到田里 它们才会迅速繁殖 当在泥的表面形成滑滑的一层物质时 说明食物充足 这时跳跳鱼会将头左右摇摆 来刮食底气归早 刘光乐认为只要食物管够多放些跳跳鱼收成 自然就会好 于是2002年 它一亩地就放下去八千条 正常商品鱼大小应该是15厘米左右 5至10月是它们生长最快的时候 结果鱼放下去三个月 刘光乐发现它们竟然没长大 人和人之间存在安全距离 跳跳鱼也是如此 谁闯入了自己的地盘抢食物 跳跳鱼就会失去安全感 从而竖起像皇冠一样的背起恐吓对方 瞧 这条跳跳鱼不止天高地厚 闯入别人的领地 结果犯了众怒 僧多周少 当鱼的数量太多 而食物不够的时候 鱼就长不大 它密度高 它不长 因为小苗你再怎么密度一高 因为我们那个一亩地只有放三千条 育苗的时候我们一亩地就是两万多 现在我那苗下去已经弄得很好了 经过多次实验 一亩地放养三千条 跳跳鱼长得最快 掌握好养殖密度 2005年 凭着福建人敢想敢干的创业精神 刘光乐一下将养殖面积扩大到八十亩 每天早上 刘光乐五点多就要起来寻堂 八十亩地他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全部查看完毕 早上太阳不强 温度在25摄氏度左右 这个时候跳跳鱼都出来活动 此时也是刘光乐看的最高兴的时候 那偶尔就站在那边一直看 看他怎么动 怎么走法 有的一直在打架 把那个背鞋啊 什么竖起来啊 就是我们看的都是很好看 其实他是在欢怒 跳跳鱼不仅会被墙壁盘竖起背棋 看到心仪的对象 被别人追求时 他们也会着急 要一睁高下 当雄鱼成功吸引到此鱼 这时 他们就会一牵一牵 钻进早已打好的洞穴中 它这里会打洞 它洞呢就在自然的这个海区里面 如果这个暖泥 如果泥比较暖的话 它洞呢 最深会达到一米深 它一惊吓 它就跑到洞里去了 因为那个洞是它逃生的一个地方 洞不仅是跳跳鱼的家 还是他们遭遇危险时的避难所 跳跳鱼擅长打Y字型的洞 这样可以畅通水流和空气 同时 它们会把洞打到水线以下 即使地面干燥了 它们仍然可以钻到洞里 借助洞里的水 获得维持生命的氧气 一旦要离水 它们会在嘴里含上一口水 帮它们在陆地上呼吸 如果时间继续延长 它们的皮肤也会辅助呼吸 就这样 跳跳鱼 在流光乐的地里自在地成长 原来第一年下的鱼苗要两年才长大回本 现在控制养殖密度下构肥料 六个月鱼就可以长大 我们看鱼的成长情况 大小鱼 就是看这个走的路线 就可以知道这鱼多大了 通过细心照料 刘光乐的跳跳鱼迅速成长 然而 正当它欢天喜利 准备迎接养鱼以来 最大的一次丰收时 一场天灾却突然降临 要说这天底下大家伙都想赚钱 但是赚钱 有的时候咱说还真得靠运气 你说吧 养了五年真的有起色了 好家伙 台风来了 台风一来 猴鹰们这水位肯定跟着涨了 您不要忘了 这家伙不仅是渔会游泳 他还会蹦的呢 他会跳 尤其他这富奇 他很有力量 还有尾巴 蹦就跳起来了 你这水越高 人家跳得越欢食 他倒是 鱼归大海 他是得享自由去了 问题是养他的人 这好几十万克就赔一个底钓 那且不说别的损失 光这些鱼 现成的损失就多少钱 因此说 养殖事业马上就受到了一个巨大的打击 那怎么办 是接着养 还是就此助手 跳跳鱼是鱼 但他却有着两栖动物的本事 不仅胸鳍可以用来行走 甚至吸到树上 而且他的尾巴更像是弹簧一样厉害 可以激发出惊人的弹跳力 跳跳鱼的尾病有力 他主要靠着尾病的作用和调 因为他在贪图上 有到没水 或者在这个海边的岩石上 有到没水 如果碰到迪害 他就不能游了 他只能靠跳了 这就是跳跳鱼本领最高墙的地方 把尾巴弯曲 利用尾巴顶到地上 在瞬间弹起来 恳恐高度很高 有时可以达到两倍甚至三倍于自己的体长 跳起来时方向捉摸不定 可以有力地躲避敌人的攻击 每吃一次亏 刘光乐就对跳跳鱼多一份认识 为了防止跳跳鱼在下次恶劣天气来临时 再跳出去跑掉 刘光乐加高了维肯和拦网 但是五年时间都搭进去了 本却还没有收回 这跳跳鱼养殖到底还能不能做呢 可以做 这绝对是可以做的 不管比如别人问我 也是一样 能不能做 我说绝对可以做 但是就是要做到市场上需要的 不要做到有害市场的 2006年 一个春末夏初的夜晚 刘光乐在等待一辆拉货车的到来 这是从附近贪图连夜送来的20万尾鱼苗 因为它们经受不住白天的高温 所以鱼苗必须在晚上才能被空调车运过来 刘光乐要及时把它们放入赞养殖 这些透明的小鱼从小就会跳跃 看起来活力十足 等这些比牙签大不了多少的小鱼苗长大后 它们就会被分放到各个地块 20万尾鱼苗如果按乘于十几条一斤 每斤四五十元计算 放年底 刘光乐就应该会有几十万元的销售额 这是新的动力和希望 再起早谈黑 辛苦一些都是值得的 在自己的精心照料下 五月放下去的鱼苗到八九月份 它们已经长到十二厘米左右 再等一个多月 大丰收的日子就要来了 结果 就在一天早上它照例寻堂的时候 却发现地里的跳跳鱼全死了 整片鱼是光光的 话都说不出口了 那个时候刚刚有点点继续 跑路下去 全部给它弄光光 是光光的 我们那个鱼就是捞起来 就是一桶 捞起来一桶 我们都捞不了了 水都 手都暖 绵绵的 捞不了了 就站在那里 一亩 两亩 五亩 十亩 跳跳鱼大面积死亡 刘光乐看在眼里 痛在心上 我们是养鱼 鱼对我们来说 就是我们的神秘 没有鱼 我们就没有生活的空间 就没有了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 刘光乐马上检查 岩度 岩度没问题 温度 温度也合适 那么 会是有人投毒吗 除了早上巡堂 刘光乐延长了晚上巡堂的时间 但是 遁守几天之后 还是没有发现 经过仔细回忆和分析 刘光乐最后 才记起了一些线索 那个时候下大雨三家移民刚过来 他不知道我们这边的天气 就是贸易 把那个高毒药 给他撒到田里面去 就用了 比如我们平时用那个水道药 它是用好几倍的量 去弄下去 弄下去 往上刚好那个大雨下来 就整个池塘站起来了 站起来的 那个水跟那个药就混起来了 就是流到我的田里去了 经过证实 是附近的农民喷洒农药 大雨过后 毒水 躺过田梗流进鱼塘 毒死了跳跳鱼 经过计算 13亩地的跳跳鱼全部死亡 这年 刘光乐又遭受二十多万元经济损失 可乌漏偏逢连夜雨 之后不久 在一次去送鱼的路上 刘光乐又遭遇车祸 连人带车飞出十米台湾 刘光乐当时就被撞得 真是不幸 老刘啊 我觉得一看这个外表啊 就那种特别坚毅 特别刚毅 很硬的那种 硬朗的硬汉的形象 怎么说呢 要说啊 什么倒霉事 他都摊上了 咱们不是说刮台风吗 几十万没了 这回好 人家种地 撒了点杀虫剂 农药之类的 这水一过来 得13亩的这鱼 也跟着一块给堵死了 这还不算 自己出门 又让汽车给顶飞了十几米外 好在呢 伤不是很重 住了些日子呢 医院也就出来了 这剩下的鱼塘呢 在家人的看护之下 也还算好 但是咱们说实话啊 谁要经历的这一连串的打击 还真的能够有信心 接着把这个事业发展下去吗 我看呢 也难 但是您看了没有 人家就坚持下来了 车祸过后 刘光乐总算减回条命 接下来 这个跳跳鱼养殖 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妻子有口 难言 他一般都不会说 他有事 他就埋在心里 他不会跟我说 他说了 他就怕我担心 但是 刘光乐的决定 还是要继续坚持 然而 如何才能不辜负 大家的期望 养出最天然 最健康的跳跳鱼呢 刘光乐又招来专家 出谋划策 为了防止鱼被毒死的突发情况再次出现 刘光乐准备了解毒药 一有情况 他就及时投药 防患鱼未燃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鱼管理好 把鱼管理好 也对得起别人 因为我们鱼要别人吃 所以我现在推广的就是无公害 叫无公害 而为了真正做到无公害 无污染 刘光乐还自己研发绿色肥料 做成颗粒投向鱼塘 虽然水很肥 泥很黑 但是刘光乐的鱼塘却没有一丝臭味 相反 还有淡淡的泥土气息 这个池塘里面的上面 看着是一个一个洞 其实下面已经是全部把那个洞已经是贯通了 如果鱼好的话长得大 多 我们踩一下 就要知道这里面到底鱼长得怎么样 能抓多少 2010年 现在刘光乐的鱼塘面积一共有一百亩 跳跳鱼成天在迷地里争识打架 跑来跑去 长势很好 但是 他们眼睛长在头顶 视野非常开阔 一只眼睛可以用来找食物 另一只眼睛则可以同时用来观察敌汉 所以一有人靠近 他们就溜达 如此狡猾 收获的季节 怎么把他们一条条全抓上来呢 以前呢 这用原始的办法 以前抓贴到也有人去挖 也有人在一洞里面挖下去 也有用一些这个玩具 在现在呢 他的刘光乐 他们就发明了一种烧货的机器 利用农业方面用了一种叫做微耕机 这种微耕机把地翻一遍 可以躲住跳跳鱼的洞口 跳跳鱼没法呼吸 就会全蹦出来 再利用这种侧边有口的火车笼 跳跳鱼跳出来 找寻洞口的时候 就会误打误撞 全跳进去 以前一个人只能抓那个10到20斤 现在如果用那个跟了地 就好的话 一个人就能抓100多斤 100多斤 以百亩鱼塘 刘光乐现在可以做到最高亩产160斤 按平均亩产100斤 每斤四五十元计算 刨取成本 每亩地还能挣几千元 所以一年收入几十万 没问题 现在 村里很多人看到这个致富途径 开始纷纷效仿 因为刘光乐的技术非常成熟 他还被福安市海洋与渔业局 聘请成为农民渔记员 在帮助大家共同致富的路上 他也全都不计报酬 义无反顾 我想想我这条命是警卫 不为人民服务为实力服务 我就是这种感慨 所以现在我的朋友 就是不是朋友 村里面的人叫我 我都义无反顾的去帮他们 没有寻求什么报酬 只要他们有电话给我 我都会为他们 因为人活着不容易 就是那时我才体会到人生的价值 我们的导演 在与我事先沟通的时候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也许经历过生死的人 他对人生的看待 就跟我们一般人就不一样了 的确 咱们且不说 什么雨死 台风 毒水 但就是那一次车祸 就差点要了老刘的命 人家偏偏就捡了条命回来了 从此之后 你说人家这个事业 他就蒸蒸日上 有的时候这些事情还真的挺耐人琢磨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说 就像很多做特种养殖成功的人一样 老刘的最主要的经验 也是什么 那就是坚持不懈 再有一条 就是科学养殖 现在他们整个地区据说可以养到5万亩了 也许没准哪一天 咱们也能尝尝西七古外的东西 不过说到底 作为一个科学节目 因为我查了一些资料 发现没有人能给我一个特完美的解释 想咱们电视机前 如果有进行类似研究的朋友 能不能给我们来封信 告诉我们一下 这谭土鱼 它到底是怎么在岸上活着的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请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 科教频道 小小村庄 无论男女老幼 不分白铁黑夜 全民出动 他们在寻找什么 买家络绎不绝 价格竟然超过黄金 传说中的天价昆虫 又会身处何方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探寻天价 角斗士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